西葫芦炒丹是一道特别爽口下饭的家常美食 但是烹饪不当的话 它就会很容易下汤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45块钱买的西葫芦 给它洗干净 给它一开为四 再把中间的芯给它去掉 这个芯是它下汤的主要原因之一 还影响口感 然后再切成均匀的斜刀片 切成条也没毛病 你要是能切出花来算你牛班 再准备点洋葱 红椒泡发好的黑木耳 接下来调一颗灵魂尿汁 一勺生粥少许蚝油 少许的清水 一滴丢盐鸡精白糖 3克的土豆淀粉 给它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油味三层热 下入鸡蛋 喜欢吃嫩的朋友就少煎一会儿 喜欢吃老的朋友就多煎一会儿 反正我喜欢吃嫩的 锅中牛体油下葱姜爆香 再下入配菜 提前切好的西葫芦 用小火呀慢慢的给它炒 炒呀炒呀炒 炒至断生 像我锅中这个样子 我们把鸡蛋给它下进去 然后再倒入我们提前调好的料汁 开大火呀 老两三下 收一下子 这个小香味它就上来了 再明入少许酿油 这个酿度它就出来了 看到这里的朋友啊 可以去小里的主页巴拉巴拉 有很多适合家里跟酒店制作的美食 小里啊每天都在为大家用心分享美食制作教程 就希望大家呢能给小里来一个免费的双机 谢谢大家 有缘呀下个视频见 Buzzle呀